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大千事件 因應中共肺炎疫情 口罩成為全球必備的防疫工具 除了人類外 俄羅斯的微型藝術家也幫昆蟲戴上口罩 希望在疫情期間 人類也要多關懷動物跟昆蟲 小心翼翼替炸蟲戴上微型口罩 因為口罩實在太小的用顯微鏡 才能看得清楚 不只如此 提及較大的螃蟹也有專屬的一個 俄羅斯藝術家阿娜托利科能科 以微型藝術作品為名 在全球掀起口罩潮的同時 他也運用自身機能 為昆蟲等動物製作微型口罩 除了為蜻蜓等昆蟲製作口罩外 科能科之後還要挑戰為體積更小的蚊子戴上口罩 科能科這麼做的主要目的是 希望大眾不要忘記動物及昆蟲在疫情期間也是需要被保護的 2002年科能科曾打造出世界最小的書 被列入金式世界紀錄 這本最小的書只有0.9x0.9毫米